小伯 回来了 欢迎各位回国 老婆 其实这点小事 你不用亲自回来 我能解决 我妹妹的事 那也算小事 初心 你快点醒过来啊 我还等着你和我去 马尔代夫旅游呢 好 初心我们见面吧 还有我已经说通我妈了 她也想接见你 谢谢 你和你那个网恋对象 约是这么久了 打算什么时候见面 姐 又才说 她想等公司稳定了 家人同意之后 再见 你心也真是大 没见过面 就把钱借给人家创业 万一是骗子呢 姐 我相信她 而且姐 你放心 如果她对我不好的话 我一定一脚把她拆了 好吗 好 大小姐 这是二娇姐男朋友 木楼台的所有资料 据悉 这位穆先生 是平成一家小型 初创公司的老板 目前资金上出现了一些问题 正在融资 管家 你帮我找一个子公司注资 好的 对了 再顺便帮我准备一些礼物 好 初心 我替你去会会你们来 你好是木先生吗 我们是一言公司 我想和你谈谈 关于你私融资一事 什么 你们要注资我们公司 太好了太 好好好谢谢谢谢谢谢 合作愉快啊 妈小妹 一言公司要注资我们公司了 就是咱们平成那个龙头企业 太好了 儿子 妈以后可以跟你去享清福了 有了一言公司的注资啊 那我的公司上市 那不是指日可待吗 对啊 那你婆怎么还没来 不要饿死了 应该快到了 我下去看看啊 敬住一下 嗯 木有才 楚西 嗯 你怎么这么晚才到啊 啊 路上堵车了 有点耽误了 算了 来了就行了 待会儿先走嘛 要听话就到了嘛 嗯 妈 小丽 给你们介绍一下我女朋友 来 楚西 楚西 我妈就是我妹 莫美丽 啊 阿姨好 小妹好 你就是楚西啊 怎么穿成这样啊 连个线上的品牌都没有 真是和香巴佬一样 就是 你这土包子 怎么配得上我哥 我这身 可是顶级意大利手工制作的衣服 怎么就香巴佬 你们家哪儿的呀 哦 海城的 你不是平城付口啊 这平城是隶属于海城的城市 他怎么还喜欢这些 你父母都是做什么的呀 我父母都过世了 什么 你还是个孤儿 我们家可是平城本地的 咱们能找个外地媳妇啊 再说了 还是个无父无母的孤儿 不行不行 有才 你赶紧跟他分手 不是 妈 你这也太突然了吧 今天是楚西第一次见你 你别这样 哥 咱妈也是为了你好呀 你现在啊 可是是叶友诚的老板 要什么女人没有 看了这个穷三八老 这不是给咱家丢脸吗 楚西 你干什么 楚思 这是你妹妹的男朋友和家人 你要再忍一声 阿姨 我算是看明白了 从一开始你就看不上我 你知道就好 像你这样 要事业没事业 要背景没背景的 相班老 赶紧离开我们幼菜 伯伯 不好意思怎么来了 哎呀不玩不玩 来了就好 来来来快来坐 妈 楚西 小月才是我心目中的儿媳 阿姨 难道解释因为她 在国外上过学吗 当然不全是 小月可是含着金康勺出生的 专庄大器 住在海城顶级别墅区 而且还是海城首富楚家大小姐 你和小月比就是云腻之比 妈你可别乱说了 楚西还是这 我哪乱说了 只要你和楚西还没有结婚 我就有机会给你找更合适的人选 人往高处 你就应该找个更合适的女人结婚 就是阿哥 楚月姐可是首富千金 你俩结婚可是强强联合 说不定呢 以后还会进福布斯富好榜的 楚西这个丫头 帮不上你半点 她如果是楚家大小姐 看我算什么 这女人有问题 我没记错的话 慕有才开公司是我给她拿的钱 她公司困难的时候 她的衣食住行都是我楚西花钱扰的 怎么说我帮不上她 你提过去的事情干什么 我说的不是实话吗 跟我说 别把功能都懒在自己身上 我儿子能有金钱 那是我儿子有本事 就是 比我哥现在的能力 绝对不可能去你这样吐包子 只有楚岳姐能配得上我哥 儿子挺妈的 妈是过来人 找一个门当户对的 你至少说就十年了 妈 这是饭店你别闹了 你吃饭吧 伯母啊 我敬你一杯 哎呀还是小月怎么事啊 不像某些人 一点关系多人 啊 他可以 楚西 初次见面 我也敬你一杯吧 我的价值半万一到底春秋光 你知不知道吗 楚西你干什么 不是他 你财哥你别管楚西 不怪我自己不相信 四西快道歉 你都听见了 他说他自己不小心 我凭什么道歉 楚希 楚越姐的包被你弄脏了 你不道歉就算了 还不赔偿 我真是不懂规矩的一下 他一个高仿的包 怎么价值感了 这穷鬼怎么会看出来 这是高仿的包 说不定是想炸我的 我这包当然是真的 楚希 我看你是假包买多了吧 看什么都想假包 楚越姐什么身份啊 用得着买假包吗 LU的包 拉链是黄金做的 上面有LU的钢印 他这个包没有钢印 拉链也是黄铜做的 你看就是 好像真的跟楚慈说的一样 他在胡说我这个包 当然是真的 就是这个样子的 如果你们不相信我说的话 可以搜一搜 看我说的是不是真的 他说并没方法 好像是真的 难道这个包真的是假的 楚越 到底是怎么回事 哦 我这个包是下人给我买的 没想到他竟然买个假的 蜡糊弄 等我回去就把他开了 原来是这个 这种人确实需要好好教训一番 我说的嘛 人楚越家住在最顶级的豪华别墅区 而且家里面是有豪华园林的 怎么可能被假包呢 就是 价值上亿的豪华园林 你懂吗 豪华能有多豪华 要多豪华你多豪华 是你想象不出来的豪华 对 这就是我家的园林 哇 这富丽堂皇的跟宫殿一样 这种园林一般不对外开放的 这照片看着怎么这么眼熟 这不是我家在南郊建造的园林吗 我倒要看看 这个楚越到底想干什么 楚越姐 这既然是你家 可以带我们去参观参观吗 谢谢 你可以带我们去参观一下吗 好啊 那就明天吧 明天我带你们来我家参观 淑西啊 念一起来吧 就让你掌掌见识 明白明白 什么叫做人与人之间的差距 好啊 我拭目以待 既然是让我们来做客 怎么连一杯茶都没有啊 楚越 你要是让我们提前带茶的话 也不是不行 得和我们提前说呀 你真是干啥啥不行 混吃混喝就积极呀 人楚越家这么大 肯定有下人伺候的嘛 没见识就是没见识想罢了 楚越 你们家怎么连个下人都没有啊 去哪了 不过我们逛了那么久了 我倒真有点口渴了 叫你们家下人出来给我们泡杯茶 热热猴啊 啊 这不是周末吗 看护员邻的下人都放假了 天啊 楚越 你也太善良了吧 你们家下人居然还有双休日 是啊 我们家对下人一下都很好的 那我们怎么吃饭啊 我还想边吃饭边欣赏下风景呢 放心 知道你们这周要来 我特意让厨师加了加班 给你们做了一顿好吃的 真的吗 太好了啊 那咱们什么时候开始啊 我又有点恶爱了你看 表哥说今天会配合我的 跑哪去了 我去看一下 好 喂 廚師快準備好了 我們先去餐廳等著吧 我好期待啊 走 啊 元麟不在那邊 這邊 月麟不在那邊 在這邊 楚月 你們家元麟在這邊 啊 這邊也能過去 楚希 你怎麼對楚月姐家的元麟 這麼熟悉啊 他一個鄉巴佬 出來可不就是東喬喬西望我嗎 恰巧被他知道罷了 再說了 楚月家家庭這麼有物 能是他一個鄉巴佬知道的 像他這樣的 連我家一瓶寶傑都不夠格 哇 這麼多好吃的 這海参這帝王蟹 一隻都價值好幾千吧 還有烤肉哥的牛肉 天上飛的地上跑的水裡游的全都吸血了 這看到我這溜口水啊 楚月用心了 小姐 這是最後一道菜了 各位請慢用 這個廚子應該是我家新來的吧 我還沒見過 怎麼感覺這個廚子 和楚月 長得有幾分相似呢 你是新來的廚子 你是怎麼知道的 楚希 有才哥還在這呢 你就跟別的男人掏上近乎了 這山野丫頭就是不懂規矩 根本配不上我們家有才 只有楚月這樣的 才能配上有才 我是說 他這個乳哥 還有那個帝王蟹 做的不算 這是哪來的鄉巴佬 不懂還在這亂評價 你知道我是誰嗎 我 可是米林的五星大廚 那方向的全國可都沒幾個 他呀 有沒見過世面 你別跟他計較 不行 楚月帶來吃飯 別鬧了休息 楚月姐 多謝你啊 才讓我有機會吃到 米林五星廚師的手藝 他這個乳哥表面發黑 就是時間過長 還有那個 帝王蟹 一看就是時間蒸得太長了 味道都不新鮮 你怎麼會懂這些 他一個鄉巴佬怎麼會懂這些 估計是在哪本菜譜上看來的 恰好悶對了 原來是這個 你先去休息吧 下次做飯的時候記得注意 好的小姐 好了好了 我們先吃飯吧 你們不是都餓了嗎 楚西 你是飯桶嗎 真是丟人鮮豔 他 估計是第一次吃到這麼好吃的飯菜 他這輩子估計也就這一次了吧 可不得多吃點嗎 楚西 你慢點這兒 沒人跟你講 對了楚燕 你看咱們是不是也得配一瓶好酒 才能配得上這頓大餐呢 我覺得這頓飯應該配上 八二年拉菲更合適的 我靠我怎麼知道首副家的紅酒都放哪兒 這這裡是圓林怎麼會有紅酒呢 圓林裡怎麼都沒有酒呢 平時在圓林裡招待客人也是要用酒的呀 楚燕 你不會是不想用紅酒來招待我們吧 怎麼可能啊 只是 只是什麼 他不知道 我來哪兒 楚燕 楚燕 幹什麼 當然是拿酒啊 誰要能讓東家東西的 快給我放下 楚燕 你不知道你們家紅酒擺在哪兒 當然是因為這些東西平常都是下人去拿的 楚燕 你又是怎麼知道楚燕姐家的酒放在哪兒 我和你說了 這兒是我家的圓林 你還真是嫉妒仙強 到現在來還在城門 真讓人惡惜 怎麼了怎麼了 發生什麼事了 是楚燕是他 是他把花瓶弄碎了 好大的膽 竟敢弄碎我們家的花瓶 楚燕 你好大的膽子竟敢弄碎我們家花瓶 什麼啊 這個怎麼辦呀這 楚燕 都怪你弄碎了花瓶 太賠錢嗎你 要我賠錢 要不是你推問我能撞到櫃子上 你少污蔑我了 我只不過是輕輕碰了你一下 是你自己沒有站穩 就想讓我背鍋 就是我們都看見是你自己壯的 還污蔕我們美麗 這個是大少爺最喜歡的一個擺劍的 價值一個億呢 我這大少爺 這回頭又是知道了這 楚燕 你弄碎了花瓶就要賠償 光賠錢怎麼夠 你要給楚燕姐下跪道歉 就是楚燕好心好意請你來參觀 你還不知好歹 還不知道感恩胡作非為 跪下道歉 下跪道歉 佩佩 楚燕 你可別不知好歹 你以為你弄碎了楚燕姐的花瓶 楚燕姐的哥哥會放過你嗎 不過呀 要是你真心道歉的話 說不定呢 楚燕姐會跟他哥哥求情 就不跟你計較 哎 千萬 趕緊讓他過來跟我計較 我聽說這林醫院 每一個院子裡都有監控 要不我給保安隊長打個電話吧 看看這個花瓶碎了的問題 該誰來 楚燕姐 你們家 真的有監控嗎 要是真的掉監控 這聲鬧大 被守附加的人知道我帶著人來家裡 那我和表哥不就完蛋了 算了算了 一個百件而已 我哥不會計較那麼多的 周師傅 你把這些碎片先收拾一下 謝謝 我大人有大量 今天就暫且些放名 但是你別得意 還是我們楚燕善 你們還不趕緊謝謝楚燕 我謝他 有沒有搞錯 今天這個花瓶碎了 你就得負責 還有你 也跑 楚燕你有病嗎你 楚燕姐都放過你了 沒事找事啊 楚燕 我給你臉了是吧 小姐 就我把他趕出去算了 這家裡 隨便一個不值錢的東西 那可都是六位書記 你看他一個窮鬼能陪得起嗎 楚燕 這廚子說的對 萬一他再把其他東西給弄碎了 你怎麼跟你家裡人交代 楚燕 有鬼出我們家園 這裡不歡迎 來 楚燕家 告訴我哥 我送他的花瓶被打碎了 讓他好好嚐嚐監控 楚燕 你還學會虛張紳士了 你再不滾 信不信我對你不客氣 你這個下三乱的東西 楚燕都趕緊了 你還不趕緊走 楚燕姐 我看這個人啊 就是欠收拾 讓你再把安把趕出去吧 果然有娘生沒娘養的呢 就是夏季 見人罵誰 見人罵你 原來你是見人 楚燕 你敢罵我 楚燕 我跟你拼了 這一巴掌 打你目中無人 滿口無言 這一巴掌 打你揪戰雀巢 裝槍作勢 楚燕 你今天竟然敢打我 我打你就打你了 我還得添我好日子 你 你們就等著吧 看看那個被趕出去的人 到底實施 楚燕 你也太不是好歹了 竟然打楚燕 楚燕姐 我直接幫你把他趕出去 我也幫忙 是誰敢叫楚家圓林 為非作膽 誰敢叫楚家圓林 為非作膽 表哥 這是 楚國姐 您怎麼來了 你們是誰 竟然敢在楚家胡作非為 楚國娘 這個小賤人 剛剛把大少爺的那花瓶給打碎了 我們 剛剛 你教訓過他 我看你不是吃了熊心包子奶了 我看 你沒事吧 有沒有受傷 沒事 他能有什麼事啊 只不過摔了一跤 皮草肉厚的 魚手的東西跪下 我問你呢 通通過跪下客頭認錯 憑什麼呀 他做什麼東西 對啊 我們也沒有做錯 憑什麼道歉 來人 給我按著他們 跪下客頭認錯 哎 哎 放開 楚月 你倒是說句話也救救我們 這死老太子 這時候叫我做什麼 楚月 這怎麼回事啊 我的身份要是被曝光就完蛋了 把人推倒是你們的不對 先道歉吧 趕緊 對不起 對不起 對不起這些人滾吧 楚月 楚月 周天昊 明天以後 你再也不用來儲家了 主管家 我知道錯了 你原諒我這一回吧 主管家 把他給我偷走 主管家 饒了我吧 主管家 主管家饒了我吧 大小姐 沒有想到二二小姐的男朋友 一家人 竟然是這種足利 把木有才公司的投資 都撤 好的打小姐 楚月 楚月 慢點 你怎麼到我面 楚月 楚月 這到底是怎麼回事啊 難不成 這真是楚西的原理 怎麼可能 難不成 這真是楚西的原理 怎麼可能 那你家管家為什麼這樣對我們 說出來怕你們笑話我 其實 我哥跟我的關係一直不好 管家又跟我哥 沒有關係好 所以 你不用說了 我們都懂 自古好人是非多 對 我們都理解 阿姨 今天真是不好意思 沒能好好招待你們 沒關係 我們能來你家圓林看看 就已經很高興了 你想去哪兒啊 要有才帶你過去 不是 媽 有才 帶楚月 再去找個地方玩一會 去 老啊 今天我一定要拿下有才哥 有才哥 其實 我在高中的時候 就對你愛慕已久 曉悅 你知道的 我和主席 你快結婚了 就算結婚了又怎樣 你們不是 他沒有結婚 喂 什麼 撤資 為什麼呀 喂 喂 有才哥 是不是公司資金出問題的呀 你別忘了 我可是楚家大小姐 或許我可以幫你 真的嗎月圓 只要你和楚心那個窮鬼分手 以後整個楚家和我都是呢 月圓 只要你才幫我 我立馬和楚心分手 這是我新開的一家新餐廳 感覺怎麼樣 嗯 裝潢還挺不錯的 不知道菜品味道怎麼樣 先生女士 我們大廳已經坐滿了 還剩下最後一間VIP包廂 最低消費十萬起 請問您還要嗎 嗯 可以 那就包廂吧 這麼高檔的餐廳 這壹頓得吃不少錢吧 還剩下最後一間VIP包廂 還行吧 也花不了什麼錢 之前為了吊凱子 我可特意在這裏辦了個會員卡 楚月姐不會是守護千金 真大氣 服務員 帶我們去VIP餐廳 不好意思幾位 剛剛我們店的最後一間包廂 已經被這二位預定了 喲 這不是楚心嗎 旁邊這個是新香豪 這就是 你妹妹男朋友的家人 嗯 還有一個冒充我身份的 那個楚月 先相好啊 楚心 你真不要臉 你一邊勾搭我們友才 一邊勾搭別的男人 你居然姜才兩隻船 哎我 氣死我了 媽 楚心 你膽子還挺大 你說你一個小小的實習生 剛剛攀上友才哥 這麼個青年才俊 轉頭又勾搭上這個小白臉 你還真挺厲害 他不是 不是什麼 你這個下賤的女人 居然背著我們友才做出 這個不守護道的藏事 你絕對不可能嫁進我們牧家 我們牧家絕對不會要你 這種不要臉的女人 楚心 你真是無使啊 花住我的錢 找住花像在人給我戴綠帽子 既然這樣 那我們就此分手 你這麼無情就別怪無異了 就是 像你沒有敷跟密孩子的妝 還學人家包養小白臉 你要不要臉楚心啊 你也別捨不得 畢竟這種事情呢 有幾個正常男人能接受啊 啊也不一定 你旁邊這個小白臉就接受的挺好的 到現在了一句話都不說 分手就分手 像你這樣潘龍赴鳳的男人 我們家還不想要呢 服務員 你們這種地方 怎麼還是招到這種不入流的東西啊 他們這種窮鬼 可消費不起你們這裡的東西 就是 都拉低我們這些有錢人的檔詞 服務員 我告訴你 我旁邊 可是海城首富楚家的大小姐 不是旁邊這種醇酸香把老能比的 快帶我們去VIP包廂 你們 消費不起你們還進來 我們店不會懷疑你們這樣的人 趕緊離開 別髒了我們的店 聽見了嗎 別髒了別人的店 趕緊滾吧 你們怎麼知道 看我們消費不起啊 我認識楚希幾年了 他什麼情況我都不了解嗎 他要是有那個能力在這消費 那他還去做什麼實習生啊 就是 你們要是消費得起啊 回去把這盤子給吃 那都不用 那就 今晚的全場消費 由你買單怎麼樣 畢竟你是海城首富的 錢 這點小錢走輸得起 買就買 我楚月姐可是首富錢金 吃這個錢算什麼 是吧楚月姐 那是自然 聽見沒 我們楚月姐有錢 你們要是消費不起啊 就給我跪下磕頭認錯 好 一言為定 這是我們的VIP卡 年消費在五十萬以上的人才能擁有 聽見沒 快給我跪下認錯吧 看清楚了 這可是我們的卡 你怎麼會這樣 從哪兒弄到假卡 就像冒充我們店的卡 我們店可沒有金色的卡 想要裝啊 你裝得像一點啊 連顏色都搞不清楚 相伴老就是相伴老 沒見過一點兒視頻 楚希 我勸你啊 還是跟你這個小白臉 趕緊跪下道歉吧 我這張 可是至尊卡 你不認誰正常 把你們經理叫過來 他會跟你解釋一切 我呸 我們負責人每天日理萬機的 是你一個騙子 想見就能見的 張經理 過來一趟 呦 不愧能當小白臉啊 還挺能裝腔做事的 張經理 你怎麼來了 我剛正在教訓這兩個 得罪了咱們店規客的窮鬼呢 混賬東西 非常抱歉 你在做好 我這就聽你現場 這裡啊 這才是咱們店的貴客 他們倆拿一張金色卡冒充咱們店 連貴客是誰都認不出來嗎 G卡就至最卡 什麼 你搞錯了吧 他們才是你要趕走的人呢 別廢話 你要么你們自己走 你要么別怪我對你們不客氣 這負責人怎麼回事 難道這個賤人心找的男人 真有幾分詮釋 怪不得和木有才分手的這麼乾脆 不行 還是先留我一上 楚月姐 你趕緊說句話呀 你可是楚男大小姐 你說的話肯定好使 什麼破餐廳 無言瘴氣 和這種女人待在一起真是晦氣 我們走 哎 別著急走啊 今晚的賬還沒結呢 竟然這麼貴 這個木沒力 真是一點也不讓人生氣 日 小月 這到底怎麼回事啊 是啊 楚雷姐 那兩個窮鬼 怎麼會有金卡 或許是楚西的那個小白臉 出賣身體 找了個有錢的老富婆給她的唄 算了 一個小小的餐廳 還不值得我浪費那麼多時間 對對對 還是我們小月格局大 一個小小的餐廳 確實沒必要跟那兩個 晦氣的東西置氣 幸好啊 今天抓到她出軌了 不然有才哥才是最倒楣的那個 要是一直瞞著有才哥 最後結了婚 那可是要吃大虧的 沒錯 月說對 幸虧發現早 這下 沒讓那個拖累 我們可以順順利利在一起了 放心吧有才哥 跟著我一定不會讓你吃虧的 我相信你 過兩天啊海城有個拍賣會 到時候全海城的上層名流都會來參加 是個開頭疆土的好時機啊 我帶你一起去幫你見一見 真的嗎 月月 我真是太愛你了 不過呀你得準備好錢 畢竟捨得孩子才能套到廊 懂嗎 你放心吧 儀器全聽你吩咐 月月 你說我們真的進去嗎 放心吧 我有邀請函 我可是把老本都掏出來 才從別人手裡高價買到邀請函 月月 我真是太愛你了 哎你別急著高興 今天啊我們的目標 就是要拿下這拍賣會的壓軸物品 唐伯虎的真記 然後送給海力集團的董事長 我都打聽過了 海力集團的董事長最喜歡收藏字畫 只要你能順利拿下這兩千萬的話 然後送給他 這不愁投資的事情 兩千萬 兩千萬 相當於讓我把家底掏空了 說是要準備好錢 但沒想到要投入這麼多 柳彩哥 兩千萬雖然也不少 但是只要你能順利拿下 海力集團的董事長 那日後幾個億的投資 不就是分分鐘的事情嗎 是啊哥 我覺得處岳姐說的對 捨不得孩子操不著牢 好 我一定進選領 拿下這幅畫 走吧 喲你們看呀 這個三個老婆小白聯繫 喲 這拍賣會哈 什麼阿毛阿狗的人都能進得來 嘿嘿嘿嘿嘿嘿嘿 就是 自以為自己穿得好看點 去能參加拍賣會了 也不搔光尿看看自己 這種地方是你們能來的 赶紧给我回去吧 别葬了我们的家 像你这样的人都能进来 我们平成不能进来呀 你跟我怎么比 我可是有才哥的亲妹妹 她呀可是平成出了名的青年才去 我未来嫂子楚越呀 可是首富千金 你怎么跟我比呀 真是可笑 是啊 这不是你该来的地方 这里面随便一个 都是你得罪不起的人物 你要是想继续在这海城混下去呢 我劝你还是尽早离开吧 青年财俊 听说你哥的公司被撤了资 有一笔八千万的付货还没还上呢 我们家应该不到一个月 就却木破产了吧 你怎么知道 难不成是你搞的鬼啊 哥这不显然一见吗 你把它甩给怀恶在心 就搞好你投资 啊 你这个不是好歹的贱人 我们又才遇到你 肯定是葬你 你个贱人 你还该反抗 当初我们有财跟你在一起 我就急累的反对 你这张脸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东西 我人是可我们沐家的客戏哦 就是 你赶紧滚吧 怎么不再看你这个狐狸鸡 是你们的公司自己制造的产品问题 还怪别人撤资 你 站住 我让你们进去了吗 来这里参与宴会的 哪一个不是名叫商骨 你也不看看这种吓的人你配吗 赶紧滚回去吧 再不回心不就叫保安了 吓等人什么是吓等人啊 同样是两个眼睛一张嘴 同样是通过自己的双手打拼迎来的成绩 同样的是吃着鼓鼓杂粮 流的是红色的血液 你们凭什么定义下等人 像你们这样 狗眼看人低 屈烟腹饰 给点阳光就灿烂 别人给口好的 就对人家摇尾巴的人 才令人妥气 嗯 你们有邀请函 在这里就是下等人 这种级别的拍卖会 你见过吗来过吗 这个现实前段一见人 我们可是受到主办方的特约邀请 哼特约邀请 我怎么没听过 你这是说谎都不打草稿的 你没听说过 是你不够资格 不代表他没有 离开了我 谁还会邀请他呀 他又不是什么大人物 怎么可能会邀请你们 别说大话了 他什么样子我还能不了解 就是赶紧走了 别耽误了被把他轰出来 让人看了笑吗 虽然你们本来就是笑吗 真大你们的眼睛看清楚 这就是邀请函 这真的是邀请函 这真的是邀请函 怎么可笑的 楚希你真是搞笑 拿着两张假邀请函 你在这装枪做事 演的 还挺像那么回事 差点被这个小奸人给骗了 楚希你不当演员 可真是去猜的 楚希你要做假呢 也打听打听清楚 这拍卖会的邀请函 都是正红色的 你拿着两张黑色的就来了 弄鬼呢 楚希 你离开我之后 混得是越来越差了 你要是谁在想见这个拍卖会呢 也不是不行 只要你跪下来求我 我就再托人给你弄两张来 是啊楚希 有财哥呢也是可怜你 你就求求有财哥吧 待会你进去了 就随便找个角落里坐下来看看就好了 毕竟啊那么张然不好 就是啊 赶紧跪下来求我哥给你搞一张啊 不然啊跟我开场了可就来不及了 赶紧跪下 叫两成天天就给你了 公共场合别乱去 楚希你可打我妹 哎楚希你没事吧 敢动他一根汗毛 我让你躺着出去 打人了打人了 打人了保安 保安 怎么回事 保安 赶紧把他们赶出去 他们没有邀请函 还在这里打人 对 就是这个贱人打我 我可是你需要的贵客 他们拿假邀请函在这里作为作福 赶紧把他们赶出去 这位女士 先生 请出示你们的邀请函 如果没有邀请函的话 我 都什么时候了还敢拿你的假邀请函 真是不知心 好啊 冒充假邀请函该怎么处理 这是特别邀请的客人 什么 这怎么可能 你是不是认错了 不可能 整个海城也只有五位 能拿到黑色的至尊邀请函 我不可能认错 他竟然真的是特别邀请 而且全海城只有五位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你给我好好看清楚 不然你们饭饭不饱了 他们一个乡下来的 哪来的黑色至尊邀请函啊 你赶紧看清楚了你 邀请函是真的 没错 不可能 他这个贱人 不过是我哥不要的破鞋罢了 怎么可能真的有黑色邀请函 不可能 他这个贱人 不过是我哥不要的破鞋罢了 怎么可能真的有黑色邀请函 住嘴 竟敢对尊贵的客人无礼 你瞎了眼了 我们才是尊贵的客人 你看看我手里的邀请函 你们只是普通的参加拍卖会的人 怎么能跟持有至尊邀请函的客人相比呢 抱歉 是我们招待不周 让你们受惊了尊贵的客人 请这边一步 走VIP同道 这个这个邀请到底邀请的是什么人物 为什么全海城只有五位啊 听说是海城市 个人资产排名前五的富豪和家属 还没前五 楚岳姐 你不是首富吗 为什么我们拿到的不是黑色之尊邀请函 是啊 楚岳 你爸不是首富吗 我和有才哥还没有结婚呢 还不能以家属身份带你们走VIP通道 可是 楚西为什么会有黑色邀请函 或许是他旁边那个小白脸 傍上了什么有身份的四婆 从富婆旁边讨来的呗 原来楚西 我就说他那个贱人 怎么可能会有黑色邀请函 啊 原来是那个小白脸又抱上了大腿啊 这个贱人 也就和这个小白脸是绝配 等我和有才哥结婚了呀 以后也能以家属身份带你们走VIP通道 月月 委屈你了 只要等我的公司周整过来 我立马去你家提起 是 我们一定要做好万全的准备 去你的家提起 那天带花瓶是明朝物品官员以上的达工会人 你别着急 这件花瓶之后就会上那件字画 到时候你就去拍开心 好 我都听你的 各位 接下来是本场活动的压轴拍瓶 据了解 这件宝物是一位爱国者花重金 让我重重围堵 亲自付送回国的 那么今天 这件宝物也来到本次拍卖会的现场 他就是江南四大才子之一的唐伯虎真迹 他的起拍价是一千万 一拍开始 一千一百万 一千二百万 一千三百万 价格达到了一千三百万 一千四百万 这位先生达到了一千五百万 一千五百万一四 还有吗 拍举牌 一千六百万 这我刚才看木有才举牌了 他的公司处于危机时期 他哪来的闲钱 收藏字画呀 看来 他拍这幅字画的目的 不是为了收藏 原来罪功之义不在酒 让我来帮帮她 这位女士也出到了一千七百万 谁啊 明明差不多快结束了 怎么又冒出个竞争车 我有菜快去拍要把她拍下 一千八百万 一千九百万 两千万 价格来到了两千万 还有人要跟吗 两千万一次 两千万两次 这位女士又出嫁了 两千一百万 楚希 那个吉儿啊 照着小白脸拍照金主 在这做一做福 乐财你继续 我就不信那个小白脸的金主 知道小白脸给他花这么多钱 他会甘愿出钱 两千二百万 两千三百万 初遥 要不咱们还算了吧 算什么算 你拿不下这件字画 就拿不下海力集团的投资 你拿不下海力集团的投资 你拿不下海力集团的投资 你就等着破产吧 赶紧举 世二哥 你再坚持一会吧 楚希那个小男人 肯定舍不得给他花那么多钱 他也举不了几次 美丽和月月说的没错 妈还等着继续等夫妻妻呢 算了 大表得找这个哥们借点 只要度过这次难关 好日子就在后面 两千四百万 这木有菜可真豁得出去啊 我倒要看看 他拿什么跟我吃 两千六百万 我们的价格来到了两千六百万 看来大家都很喜欢这幅字画 那到底花落谁家呢 让我们拭目以待 两千八百万 两千九百万 三千万 我们的价格来到了三千万 已经三千万了 三千万是真拿不出来啊 月月 对不起啊 你不是首付铅铅吗 我求求你吧 求求你帮帮帮我 三千万是真拿不出来啊 是啊月月 这三千万对有才来说 那压力太大了 就算我们到处去见 也拿不出来呀 对啊月月姐 难道你忍心看到我哥 这么有才 这么有担当的人 就因为这点事就落败吗 可是 月才哥 我 我不是不想帮你 那是什么呀 月月 只要你肯帮我 到时候我肯定把公司做得风湿水起 我就能分分光光去你家提亲了呀 咱们就能结婚了 月月呀 你看 我一直把你当成亲闺女的啊 你也知道我们对你们怎么样 这次 你就当帮帮我们 求求你吧 好不好 好 三千万一次 月月 没时间了 月月 三千万两次 看来这已经是木有才的极限了 再来两轮差不多就可以收网了 好 有才哥 不是我不想帮你 而是我之前跟我爸夸下海口 说我要靠自己闯出一番事业 如果我现在问我爸要钱 你还怎么提亲呢 婚前都要靠我家帮扶 婚后你怎么给我安稳生活 这样我爸怎么放心把我 把集团交给你打理 有才哥 你要理解我的苦衷呢 还好我急着 不然 这次真要骗不过去 哎呀 那怎么办啊 这位女士 出到了三千五百万的高价 那么这位先生 该如何应对呢 有才哥 这是你最后的机会了 再坚持坚持 三千七百万 这位先生出到了三千七百万的高价 月月 我打算放弃这次投资机会了 这钱我实在也拿不出来了 那你刚刚为什么还要举盘 就算我拿不到这东西 我也要被刺的储夕一刀 我就不信了 那金主真会给他花那么多钱 买这个破字画 我哥说的对 储夕那个借人 破坏了我哥公司的生意 还给我哥戴绿帽子 这次不能让他得逞 就是 四千万 四千万 月月 主席他疯了吗 你可得帮帮我啊 最后我是真没钱了 可我刚刚都说了 现在还不是跟我爸要钱的时候 没有财 怎么 不继续跟了 你嚣张什么 主持人 我要求验他资 验资 没错 我怀疑这个女人就是来捣乱的 哼 她一个贫民窟的穷鬼 怎么可能拿得出四千万 你就这么缺席 我拿不出钱啊 没错 周园女士 事关重大 我们也希望先对您验资 哼 这个竟然 等着坐牢吧你 既然这样 我就满足你 既然这样 我就满足你 老婆 希望我的卡吧 哎 这个验资时间太长太麻烦了 我看你是担心露线害怕了吧 这个你认识吗 哼 你拿个破戒指出来混谁呢 你以为大家都是傻子吗 这 这是第一行门储家的信物 只有家主和继承人才有资格佩戴 还乱着干什么 快让保安把它轰出去 你给我闭嘴 这位女士完全有资格参与本次拍卖 什么 拼什么 是啊 他就拿个破戒指 拼什么 这场拍卖会我说了算 你们要是有意见 现在就可以出去 这位女士刚刚多有得罪 还请你见谅 啊没什么 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肯定是那个想见人 跟着主持人都有够的 原来是这样 拍卖会继续 刚刚这位女士已经出嫁到四千万 还有人要跟吗 四千万一次 四千万两次 四四千五百万 这位先生抽到了四千五百万的高价 看到这位女士被四千五百万的高价 吓着了 四千五百万 看她木油餐怎么混 四千五百万 看她木油餐怎么混 四千五百万一次 四千五百万两次 她怎么不举了啊 她刚不是追得很紧的吗 不是她她怎么不举啊 就是 这小贱人她都是举牌呀 四千五百万三次 成交 恭喜这位先生 他还不需要 三千五百万 还有不好意思 咱咱咱ся 我又来 那 asking 第三还是资� dis 如果比小 autonomy 你不许ей 姿 sesi 对ה 我们再一起来 就是 unfortunate 你不要拒絕 我可要怎麼拒絕 怎麼拒絕 看著 剛才在台下叫得那麼高 怎麼跑這來了 這裡也不是付錢交貨的地方 朱姊你別形成太甚啊你 朱姊你給我讓開 不要以為你那小白臉攀附上什麼金主 就可以為所欲為了 我告訴你 要是金主知道 你和这位小白脸的关系 就死定了 初夕 好歹你和友财哥也在一起过 你怎么能和他真拍屏呢 你知不知道这个拍屏 对友财哥来说有多重要 和你们说实话呗 其实呢 我一点都不喜欢收藏字画 但是呢 我就想弄你们开心 你这个贴 你这个贴 你了 初夕 你别得寸进尺了啊你 你不是攀上一个有清楚的小白脸而已 要不是真正什么有权有势的人 你最好想清楚 得罪我们沐家 会有什么后果 什么后果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 你要是还不上这四千五百万 你的后果就要来 这位先生 落锤定音 还请您一步后台 交钱把这幅字画带回家 分期付款 先生 我们都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 从那没有分期付款这一说 还请您 立即缴清货款 哎呀 你就通融通融吧 我们沐家那也是海城有头有脸的大货人家 不会差你钱的 是啊 哪怕家里利息也可以 你就通融通融吧 不可以 一手交钱一手交货是本拍卖行一百多年来的规矩 从来不会向任何人改变 就算是首付来了 也不行 可是 哎呀 慕尤才都到这种时候了 你就开口向你这个首付女朋友求求情帮个忙 他毕竟他是首付千金 他爸爸肯定会帮他的 男人啊 有的时候该低头还得低头 主席你闭嘴 你不说话没人把你帮夹了 是啊 玉玉 都到这个时候了 你就跟你爸说说 把我把眼前这个结构员给堵回去 可是 可是这可怎么办 我不是首付千金的事情要暴露了吗 不行不行 不能录下 这里围着这么多商业民 都是在这里暴露 那我以后还怎么会 楚月 你的男朋友有难了 你就向你的富豪爸爸求个情 他是你亲爸爸 肯定不会不帮你的 是啊玉玉 你赶紧打电话给你爸爸说说吧 不行 我楚月做人有骨气 说不靠家里就不靠家里 有才哥 我认识一个放贷的大哥 我帮你打声招呼 他会给你优惠的 你让我借高利贷 不要命了呀 高利贷利鬼利 我什么时候能够还完啊 不行 哎呀放心吧 有才哥 我认识那个大哥 只要我开口 最多只会比银行高一个利率 不会太高的 放心吧 靠谱嘛 我听说那高利贷 都跟黑道这点关系 要是我们还不上得罪人家 那我们一家人 肯定完蛋了呀 是啊 楚月姐 这可不是一批小树木啊 放心吧 有我呢 我下就给你们联系 还不上钱关我什么事 只要不在这么多权贵面前 揭穿我不是首付千金 我以后还能换个人吧 不过这木有才 看来也靠不住 要是能拿下海力集团还好 或是拿不下 我也要早点脱身 喂龙哥 哎我是小月 对对对 我现在有一事相从 我一个朋友嘛 他资金紧张 想跟你借点 不得不得 就就两千五百万 利率 你看利率再降点吗 咱们都熟人认识这么久了 哎好行 大哥都听你的 我一会就把资料发过去 又才哥 两千五百万我帮你借到了 你把信息资料发 又才哥 两千五百万我帮你借到了 你把信息资料发 我 玉玉 你可别骗我呀 哎呀你就放一百个心吧 我可是首付千金 在海城 谁会得罪我呀 玉玉 我相信你 你们两个还真是天生一对啊 一个敢说 一个敢信 一个够坏 一个够蠢 你什么意思你 楚岳口中的龙哥 可是海城最大的放贷头子 他可是黑白两道充实 不会对任何人心思手软 更不会因为谁的面子 而降低利率 什么 你给我说 楚岳姐可是首付千金 他开口的话 就算是什么龙哥 也会给起份面子 是的 肯定会给的 悠才 你别听他骗你的 他就是因为 没拿到他喜欢的字画 才挑拨离间的 在海城谁还能不给我首付千金面子 倒是你 自以为傍上了个金主 就以为万事大吉了吗 喂小白脸我告诉你 你知道楚岐为什么看上你吗 他是因为你的钱 他呀就是这个样子 当时呢他跟我哥在一起 就是看上了我哥的钱 但是呢他看到了更有钱的 又会抬我上去 所以啊你啊还是小心一点吧 别到时候啊又被拼了钱 又被戴了帽子 知道又怎么样 不知道又怎么样 这个楚西又囚又图 就是个老女 我看你穿成这样 还能拿到黑色至尊邀请函 跟的人也应该是个人物 你何苦跟一个做的 人性的穷贵就成 我和他 就算他是图我的钱 那也是我的荣幸 何况 我们楚西人美心善 不像有些人 人传眼瞎 捧着个乌鸡当凤凰 他不过是我比起了一个破鞋而已 你怎么那么珍惜你啊啊 你 我 你 你有什么资格说我 你他妈敢打我 我打的就是你这个人啊 又下哥别 这里这么多富豪名流的 在这里闹是不好看 咱们啊多一时不如找一事 先把字画拿下 把眼下的问题 你还要在这里 下有才 这个楚西 只不是个拜金的贱人 何必给他知己啊 赶紧拿到字画 去找海列集团的老总 看通知的事还是最主要的 真是便宜他 我大人有大料 今天就不跟你们一般见识 我们走 就这么放进去 跟他们动手 受累的还是我 自然会有人替我收拾他们的 好 老婆 那你还打算继续在他们面前 办你妹妹除夕吗 你打算什么时候 揭露真实身份 去拆穿那个假冒你的人 暂时不 我想知道那个冒充我身份的 厨业 他到底想干什么 对了 我妹妹除夕他怎么样了 暂时还没有出现的迹象 喂 爸 小三 三天后就是全海城市 一年一度的企业交流外业 会请全海市的名流商户来参加 爸爸有事去不了了 你替爸爸去吧 好 我知道了 明天陪我去跳一套晚礼服 好 德彩哥 你看这身西服好不好看 好看 你是要送给我呀 对啊 过两天不是海城一年一度的企业交流晚宴吗 我想给你挑一身西服 到时候你肯定好好表现 月月啊 你对我真好 没关系 只要公司周转过来 我立马去你家提前 这位女士 您的眼光真好 这件西装是我们店刚到的新款 陈月姐 我也想去企业交流会 你也给我买一件好吧 这位女士的眼光也很好 这件是我们店的热销款衣服 只剩最后一件了 试穿满意的话尽快买下 以免被人抢先 嗯 那这两套衣服一共多少钱 两件衣服加在一起是356万 这么贵 我们门店可是紧社服装店 两件衣服300多万 在我们店属于是最便宜的款 300多万还最便宜啊 我哪有钱给他们买这么贵的衣服 万一木有财的公司没运转成功 那我几个是亏大了 算了 我们再去别的亏断店看看 你看 这家新开的礼服店怎么样 这件不错 就这件吧 店员 帮我把这个模特的衣服打包 包起来 先生女士 这件礼服是我们店的正店之宝 有我们店的首席设计师设计 售价千万 您确定要买吗 确定 真会气 怎么到哪都能碰到你而出现 像这种顶设服装店 是你中三个王的来的吗 尿都聋了 没听见我们是 听到了 但是你们这两个穷鬼 怎么可能买得起这里的礼服 这里随随便便一件衣服 要过百万 买不买得起还用不着你操心 老公包起来 老公 这俩人我可认识 他们就是个穷相貌佬 你可别被他们给骗了 初心 你哪来钱买礼服啊 这价值千万的价格 是你一辈子都赚不到钱 别人称呼啊 买不买得起 需要你操心吗 何况 千万对我们来说 不过是毛毛鱼 先生女士 我们应该规矩是新结账 好 刷卡 初心 你差不多得了 这价值千万的礼服 是你这个穷鬼 这辈子都买不起的 初心 你就算是想挽回有才哥 用不着使这种手段 我看呀 他是骗人骗多了 连自己都骗过去了吧 说话就说话 别动手动脚 再有下次废了你的手 你个小白脸有什么可嚣张 初心 我哥也是为了你好 我开兜我付不出来钱 你该怎么办 好心当成鱼竿费 导购啊 这两个穷鬼是绝对买不起这里的衣服 你就别跟他们浪费 买不买得起 还轮不到你来说 女士 请收入密码 我们就打箱了 手 其实你是不是 我没想到 然后呢 你这么说 你这是什么 什么 你没想到 我的手 我都把我的手 老是 你 我就准备 你 你要知道 我有没有钱 我 你 有些人心是脏的 看什么都是脏的 女士 离夫已经取下来了 你要不要试一下 有问题的话 我们可以帮你修改一下大小 好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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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人啊 注定是穿不了他 对不起女士 我不是故意的 是他扮了我 明明是你自己走了没站了 可怪不了我 我没有明明是你刚才身脚搬的我 我才摔倒的 因我看啊就是你这个导购 不小心弄坏了礼服又赔不起 现在想要甩锅 就是 赔不起还想赖上我没门 真的不是我女士 我明白我相信你 穆伟烈你弄坏了我的礼服 现在赔钱 出血啊 你个贱人 你平时不污蔑我妹妹啊 你这么做对你有什么好处啊 这种奢侈品店一般都有监控 谁是谁非 我相信监控拍的一清二楚 对我们店有监控 我现在是找人吊出来 穆伟烈我现在给你们两个选择 一呢是赔钱道歉 二呢是等着警察来 嗯就坐牢 除月姐你可得帮帮我 除月姐我可得帮帮我 穆美丽这个蠢货真是会给我找事 美丽啊 这件事情的确是你的不对 你给人家储夕小姐道个歉 这事啊就算过去了 对不起 你说什么大脸上 对不起 大脸上 对不起 行了吧 说的都听不说 你弄坏了我的礼服 一句道歉就完事了 我都道歉了 你还要怎样 除夕啊 我们因为都已经道歉了 你不要太咄咄逼人 我刚才给过你们选择了 一是赔钱道歉 二呢是等着警察来秉公处理 虽然你们道歉了 但是还没憋起来 我我才不赔 不就一件衣服而已嘛 息息不就可以穿了 就是小字大字 初夕 不用让人错请饶人 你不要那么小气 我就是小气 你大方 你替他赔啊 我 初夕 刚刚美丽说的有道理 礼服脏了你洗洗不就好了 厨 楚月 你不知道这个礼服的料子是不能水洗的 弄脏了就等于这条礼服废了 你不是海诚首付千金吗 这点尝试都不知道啊 我又没摸过这礼服 我怎么会知道他生什么样子 监控我已经调出来了 刚刚已经说过了 给你们两个选择 你们是选择第一种 还是第二种 哥 哥我不想坐牢 你帮我把钱出了吧 美丽 你又不是不知道 刚花了几千万拍下唐渡会的真集 我哪还有钱啊 初月姐 你不是首付千金吧 我不想坐牢 你帮我把钱出了吧 是啊 初月 马上咱们都是一家人了 你就帮帮美丽吧 我平常 跟一个五万的包都舍不得买 哪有千万 柳才哥 不是我不想帮 是我今天出门 刚好把我领了这种卡 那没有卡的话 手机支付也可以啊 我们店里支持手机支付 你选择哪一种支付方式 哎呀 真是太不凑巧了 我手机刚好没电关机了 哎 你说巧不巧 我正好带了个充电包 要不欠你拥有 谁要让你充电包啊 你的数据线跟我手机根本就不匹配 我的手机 可是私人定制的高端机 这也不行 那也不行 该不会是 你没钱支付编的烂借口吧 月月 她说的不会是真的吧 怎么可能啊 有才哥啊 要是我没钱 怎么会带你们来这种高端场所 我肯定是有钱的呀 于是 我们店里还有最新款的人脸识别系统 只要是认证过的 都可以直接刷脸支付 这该死的倒垢 怎么就抓住我给放 我没认证过 刷账 那你重新认证一下不就得了 这也是可以的 又才哥 你忘了吗 我跟你说过的 我跟我爸夸下海口说 要靠自己闯出一番事业 你现在手头上哪有那么多钱呀 怎么会这样啊 那我怎么办嘛 初遥姐 你要不跟你找你爸借一下 是啊月月 你找你爸借一下 帮我美丽吧 又才哥 你要是能借 那次盼卖会的时候我不再帮你借了 我一旦开了这个口 我爸以后怎么放心把我交给你 更别提派集团交给你达里了 哎 要不 你在我能够借一点 什么 那可是高利贷 我刚借了几千万还没还呢 我再去拿什么还啊 又才哥 过两天不就是企业交流大会了吗 你到时候再拿下几个订单 不就一下子有钱的还完了 可是 还别可是了哥 我真的不想坐牢 难道 你想看你的气妹妹去坐牢吗 喂龙哥 我想再找你姐一千万 可以啊 不过利率 想再提高五个点 什么 提高五个点 这也太高了吧 怎么 你当我这是做慈善吗 爱借不借不借滚 行 我借 你呀知道了吗 都知道了 听见没我们有钱 先生 请护款 那这礼服 啊 这礼服给他们吧 好的 绝对了 初心 我是真没想到也变成这个样子 才让我失望了 先生 没了礼服 媛媛 媛媛 我们走 也不知道 这个木有财 他是真杀还是假杀 居然敢去接高利大 听错你也有可说 自作你也不可过 别管他们了 我陪你再换一家服装店 保证你是企业交流会上 最闪耀的民主 初夕 你都不知道沐有才他有多坏 幸亏是我替你去的 要是以你这样善良献格去 不知道会被他们一家欺负成什么样子 孟明 你什么时候可以欺负 我 大小姐 故意来接你了 你就先回去吧 二小姐这里附我赛 辛苦你 应该的 初月姐 没想到你还真能带我们来这交流会 我可是陪了龙哥一周 才让他想办法帮我拿到的邀请汉 小事而已 不愧是企业交流会 这么奇派的酒店 这活动的地点真的是让我大开眼界呀 这装修的跟皇宫似的 那是自然 毕竟全海上有权有势的人 全都在这儿 还是我儿子有眼光啊 给我找了一个这么好的儿媳 哎呀我们沐家祖坟三代都要冒清烟了 咱们呀你赶快进去吧 走 楚夕 你怎么又在这小白脸来众地方 自己什么身份不清楚啊 就是这样的场合 是你这种相邦老来的地方吗 你该不会是想说 你也是来参加这宴会 你还真别说 我们真就是来参加宴会 就你还来参加宴会 难道摔端盘的缩水吗 我看你这个小贱人啊 就是不想跟我儿子分手 来死残烂打的是不是 要不要那脸呢 我这里可没有什么尊老 还有一说 你嘴巴最好给我放干净 你们还真的是看得起木有才啊 就他也配 我不配 难道就小白脸他配 你跟他可没有什么可理性 因为啊 你根本比不上他 你竟然说比不上个小白脸的 我看你们两个关系啊 应该是早就背着我搞在一起了吧 我们什么关系 都和你没有任何关系 我看他们两个人呢 早就不知道伺候过多少人了 哼正好两个人看对眼了也好 省得祸害其他人 主席 你又既精致 你这是我扔的破鞋 也就只有这个小白脸 跟你在一起才是绝配 上次加薪还不够 还敢用你的脏手碰塌 哎我没事吧 初心 你竟然带着这个小白脸 就打我儿子 楚怨 你不是首付千金吗 赶紧叫保安 把他们给我赶出去 啊 啊 有些人还真是装上瘾了 自己都骗过自己了 你什么意思 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啊 就是 像你这样想下来 没进过世面的东西 有什么资格说楚怨姐撞 那就一会儿看看 到底是谁验 别和他们浪费时间了 我们走 站着 没有邀请函就赶往里闯 邀请函 我们不需要这种东西 哎呀还真是大言不惭呢 说了对 像这种高端的宴会 怎么可能不需要邀请函 这可是上层人士的高端聚会 不是你们这种下三人 接着可以混习来的地方 我劝你们赶紧滚蛋 待会被改 这可就不好看了 算了 既然他们喜欢啊 就让他们在这 毕竟啊 看看上流社会人的背影 也是一种荣幸 我们快走吧 不快迟到就好了 是是 月月说对了 妈小梅咱们赶紧走吧 别打了他走 我们很是有邀请函的 你可拔好了门 别让那些没有邀请函的人 跟我们混进来 蹭吃蹭喝的 这个您放心吧 苏妖娇 白星人好 您这边请 我说了 我们来这里 不需要邀请函 这 到底怎么回事啊 有才 我也不知道啊 他肯定是用了什么 我们见不得人的手 不用管他 我们进去了 哎呦 我还从来没参加过 这么高档的宴会呢 我也是 这吃的喝的看着都贵 阿姨 美丽 这宴会的糕点饮料 你们随便呢 不用客气 行 那我就不客气了啊 马老板 马老板 来 我敬你一杯 不知道啊 能不能和贵公司 有所合作 啊 这个事啊 再说 再说 哎 你们不会以为 参加了这场宴会 就可以飞黄彤达了吧 初心你 沐哥哥 别理他 他就是季骨 哎 海力老总在那 你快过去吧 李总 李总啊 久仰大名 哎呀 我呀 是牧师集团的老板 木有才 来来 我敬你一杯啊 李总啊 听说啊 您喜欢唐伯虎的话 我呀 这里正好有一副 唐伯虎的真迹 来来来来 嗯 嗯 不错 哈哈哈 确实是唐伯虎的真迹 沐总有心了啊 哈哈哈哈 李总啊 我们牧师呢 正好有个项目在寻求合作商务 木有才 木有才 龙哥怎么来了 哎呦 您是 怎么 借了我的钱 现在装作不认手 哦哦 原来是龙哥呀 还要感谢龙哥 在危难时刻出手相助 一会龙哥有什么需要 尽管开口 只要我木有才能做到 一定在所不辞 是啊龙哥 我寄你一杯 要不是你呀 火哥可站不到这里呢 就是就是 是吗 那 我 怎么钱还 还钱啊 现在啊 昨天 是缓缓日的最后一天 你已经逾期了 河都让 写得清清楚楚 逾期一天 一百万 逾期两天 你 所有值钱的东西 以及你的右手都归我 所以现在 你要么给我三千六百万 要么 给我签一张赠予自权 啊 再陪我一只手 路哥咱们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呀 不是说好看来手不牵 你在那子上给我点人会的吧 书远 远远 你给路哥说说呀 快呀 龙龙哥 拜承你搞错了吧 看吧 自有人替我收拾他 根本都不需要我亲自动手 看吧 自有人替我收拾他 根本都不需要我亲自动手 这龙哥是出了名的新闻手了 敢在他手上提醒的人 不是王命赌徒 就是直接拿那块钱 这楚悦 还真是会给木油菜找麻烦 你说这个臭婊子 是属于千金 哈哈哈哈 你管他就要收拾千金 他说婊子 什么时候从农村丫头 变成收拾千金了 什么 你说楚悦 是农村丫头 不可能 不可能 也不知道这女的是哪来的骗子 竟然敢冒充首付千金 他要是首付千金 那楚小姐算什么 楚小姐的脾气可真好 有人冒充他他都没生气 要我 我嘴巴撕烂他 你们说的什么意思 你们说他不是首付千金 那谁是首付千金 瞧见了吗 那位 才是真正的首付千金 他怎么可能 怎么可能啊 不 他这个金人怎么可能收服千金 我不相信 闭上你的臭嘴 楚家大小姐 岂是你能辱骂的 你真是楚家大小姐 金人 你们大头 你骗我你骗我好惨 就是 我没那么相信你 你骗了我那么久 那口口声说去收服千金 原来是农村丫丫头 我就是要打 我又打 我还是拿钱出来 快点 够了 我不管你们怎么样 我执任合同 当时我签合同的就是木有财 所以你们木家 赶紧做选择 要么还钱 要么请自己剁手 我行啊路哥路哥不能剁手啊 路哥小学弟 再快信我一天 我已经拿到组织了 只要合同一签 我立马可以换钱的 你拉到同桌 哪呢 李总 你刚刚不需要跟我合作了 咱们现在把合同签了吗 我什么时候都跟你合作了 不是 刚刚我不是聊得挺开心的吗 而且你还 他说了我送给你的淘宝会真机啊 你这话 还给你 你这话 还给你 李总 你不能这样 你不能这样 一个被骗子骗得团团转的蠢货 休息 休息 休息你 休息你救救我 你一定对我还是我感情的对不对 你一定还没有放下我 你跟那个小朋友在一起 一定是给我赌气的 对不对 木有才 到现在这种时候 你居然还能说出这样的话 真应该让你 休息 你抱抱我 我知道错了 我知道错了 我会想起来 我发誓 我以后一定听你的 你说的我绝对不看我心 我全部都听你的 首先呢 我不叫楚希 我叫楚慈 楚慈是我最好的妹妹 其次 前段时间出现在你面前 只是因为我想替我的好妹妹把把关 显而易见 你是忘恩负义 屈然负誓的小人 最后 不帮 楚慈 你个臭妙子 你平时不受楚慈来指导我啊 如果不是你 我才不行啊 你这个狼心狗肺的贱男人 你这个狼心狗肺的贱男人 妹妹 你醒了 你没事了 你醒了 没事姐姐 你让你担心 原来你这是我的楚喜啊 是谁 你都不知道 我为楚慈这个亲人片子有多散 你可一定要为我做主啊 滚开 不许说我姐姐坏话 主慈 是不是楚慈跟你说了什么 她都是骗你的 我的人是都是你啊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 你以为别人是附加千金的时候 是怎么想把我拆掉的 要不是姐姐今天替我来 我还不定被你家人怎么欺负呢 主慈 我 我也是被骗了 我也是受害者啊我 穆有财 你真的让我觉得恶心 我这辈子做的最错的事 就是认识你这个白眼了 现在我要正式宣布 我要跟你分手 我们从此老死不相往来 主慈 主慈你不能这样对我 你要相信我是爱你的 我只是一生火突然我 穆有财 我警告你以后离我妹妹远 否则别怪我对你不客气 主小姐你的事完了吗 完了 先让你忙完了 那就到我了 您先生 哈哈哈 试试我明白 把他给我带回去 主任救救救我 主大小姐我走了 我就是交错了 你不知道怎么带我走啊 不然会死的 他给他玩的 主大小姐 咱们的账是不是也该算一算 主小姐对不起是我错了 我不该注意我摸了心 我不该冒充你的 主小姐待着要他了 走去扰了我好不好 老公 你说该怎么办呀 给我当牛座了 我嫌脏了 来人 给我带去治安署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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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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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终于清静了 来 庆祝楚西 痊愈出院 我们庆祝一个 楚西 你等着 姐姐一定替你救出凶手 替你报仇 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是咱们部门新来的实习生 大家欢迎 我都感受到了大家的热情 楚磁 你给大家做一个自我介绍吧 我还有事就先走了 嗯 大家好我叫楚磁 以后有不懂的地方 还请多多关照 你是哪个学校毕业的呀 我毕业于新国南哈蒙理工 我只听说过哈蒙理工 还没有听说过南哈蒙理工 该不会是所演技大学吧 嗯 哎呀 大家别这么说 现在学历已经不能代表一切了 能力才是最重要的 你说对吧楚磁 嗯 对了楚磁 你是谁内推进来的 我是投简历面试进来的 没有内推 还好 不是走后门进来的 哎 你住在哪啊 我在想如果顺路的话 以后下班我们可以一起回家 江慈这话里话外 都是打听我的来历 啊 我住在西城的中州巷 中州巷 那不是海城有名的贫民窟吗 嗨嗨嗨 看来又是一个无权无视的实习生哦 正好在给我当当垫脚石 怎么样江慈 顺路吗 顺路吗 不顺路 我可是住在幸福大街 你知道幸福大街吗 那可是海城最有名的别墅区 没错 我们江慈姐 可是住大别墅的人 跟你这种穷鬼 可不在一个档次 何止不在一个档次 简直于你之中 哎 哎 你别过来 我们旁边可能位置 哎 我不跟穷鬼坐一块 你们什么意思 你们什么意思 就是你看到的这样 这些就是你今天的工作 凭什么把这些工作丢给我 就凭你是新来的实习生 让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 把来那么多废话 哎 楚思你干什么 就是你们看到的这样 我不干 你这个贱人 你竟然敢反抗 你知不知道上一个反抗 我们江慈姐的事 怎么办 一个个趾高强的 看来楚七出世 和他们脱离不要关系 有什么后果 你给我说清楚 你别管 总之 你要是不听话的话 小心我们让你在白时混不下去 是吗 我倒是想见识见人 我倒是想见识见人 哎 哎 哎 嗯 你干什么 你竟然敢破江慈姐 怎么了 我只不过是把你们想对我做的事情还给你们 怎么 真的说不了 你你们都站着干什么呢 总经 新来的这个实习生把我们的材料都丢到了地上 他拿水泼我你看 什么 主子你马上给我跪下先将此道歉 跪下道歉 我告诉你不可能 道歉 我告诉你不可能 好好好 既然你这么不服从管理 那这次宴会 你不用去了 自己 什么 我这次来 就是让大家宣布一件喜事 由于这次设计图大获成功 总部非常满意 所以 开了酒会为大家庆功 而且我们白石巨坛的大少爷也会参加 大家准备准备吧 景川开酒会 怎么也不提前和我说一声 大少爷竟然也会来 据说咱们大少爷是海城排名第一的黄金单身汉 我可得好好打扮打扮 要是被他看上 以后我就是白石的老板娘了 做梦不你 不过我听说 白石的酒会每次都会有很多名人来参加 你也不知道我能不能遇见我那个高不帅 江子 这次活动能够成功 全靠你的设计图 到时候就由你代表咱们部门上台发言吧 谢谢曾监 这幅画有点眼熟 好像是楚戏的设计风格 等一下 这个设计图一看就不是江子画了 为什么让江子上台 你一个新来的实习生 凭什么说这不是我画的 姐姐 你快看我刚画好的设计图 我的每个作品上都有一处隐藏的CX 是我名字缩写 怎么样 我的想法是不是很不错 嗯不错呢 这有一个隐藏的CX 一看就是设计师的名字 敢问 你的名字是CX 这竟然看起来有句话说 这都能看出来 不过 他一个新来的实习生 无权无视 拿什么跟我斗 这个设计 不过就是我一时兴起才做的 好啊 你说他是那个设计师设计的 那你让他出来跟我对付啊 他是故意的 他明知道处夕现在 悟病在床 不可能过来 如果没有的话 那以后还是少做些让人讨厌的事情 我不喜欢 你 少拿你的手对我支持一点 只是对你的警告 下一次可就不止这样简单 贱人 居然敢打我 知道我是什么身份吗 哼 说来听听 储子你给我记好了 总监可是我的亲舅舅 我劝你最好收领 不然 你拿什么跟我斗 主持 你最好把嘴给我闭言了 否则 我让你滚出百事 那我是你 总管家你怎么来了 这是故意让我给你送来的礼服和首饰 好 我们走吧 好 我说怎么敢顶重 原来是背后有个金主啊 我说怎么敢顶重 等着吧 储子 跟我斗 你还嫩了点 好 江四姐你今天可真是名言动人哪 还行吧 你们今天也都挺好看的 嗨 我们拿比得上江四姐你 看那些富商富二代都在看你了 这谁呀 可真漂亮 不知道 但他肯定是今天酒会上最漂亮的 除此 他怎么来了 出此 他怎么来了 哎 出此 说了不准你来宴会你怎么还敢来 就是穿成这样 你这个骚服率 难不成是来这里供应男人的 也不看看你自己什么德行 你也配 昨天晚上吃大蒜没刷牙吗 嘴巴这么扯 小剑竟然敢打我 这一巴掌是让你长长记忆 吓一次 可不止这一巴掌这么简单 这抱上了个金主巴掌 就是不一样了 居然敢当着我的面打人了 江四姐 你什么意思 你是说主持 抱上个大款 当个小三 江四姐 你仔细说说是什么回事 如果要是真的 我一定要让他身败名领 江四姐 你仔细说说是什么回事 如果要是真的 我一定要让他身败名领 这个小小话 最近抱上了个老男人当金主爸爸 要不然你以为他这身衣服哪来的 又怎么敢动手打人 江四 你胡说八道什么呢 又 当了婊子还想立牌坊 来给大家看看 来大家都看一看啊 真想不到年纪轻轻 竟然是这样的一个人呀 真不要脸 为了钱 给这样的老头当情人 太好了 我一定要把这张照片打印出来 发给咱们公司所有人都看看 你说他是我情人啊 我告诉你 他是我管家 管家 主持 你现在说谎都不打草稿的吗 咱们公司谁不知道呀 你是住在贫民窟的穷鬼 哪来的管家 就是还管家 你咋不直接叫爸爸毕竟 金主爸爸也是爸爸 哎你们看见了吗 他和他爸多亲密啊 你们要是再敢乱说 我就把你的嘴死了 像你这种出卖身体的贱人 多看一眼我都觉得肮脏 干净滚 干净滚 你这个贱人真的打我们 你信不信我叫保安把你扔出去 你这个下贱的女人不配待在这里 对快让保安把丢出去 也行 最好把负责人也一起叫你 看看这件事情到底谁负责 好呀 我倒是要让负责人看看 你这个女人有多么的肮脏下践 丢入公司的宴会 如果这件事闹大 肯定会影响我舅舅 算了 他想待就让他待着 正好让他看清一下事实 知道什么叫人与人之间的差距 江四姐难道我们就这么放过他了 怎么可能 你们等着看吧 我让他知道跟我斗是什么下场 我认识个熟人你们先聊 那个是咱们这有名的梅老板赵海洋吗 江四姐连他都认识 你江四姐的背景 认识个梅老板比很正常吗 赵总 你也来了 赵总 你来了正好 给你介绍一下 这是马总 马总好 江一姐你好 马总 这是我的心肝宝贝 江四 在二十三岁 马总 我给你介绍一下 这是我的心肝宝贝 江四 才二十三岁 赵总 艳福不浅啊 找了这么漂亮的小情人啊 别看他年纪小 会的花样可不少 马总要是喜欢的话 晚上一起啊 宝贝 只要晚上吃饭 我不开心了 再给你买两宝宝贝 要不怎么说 还是赵总会玩呢 马总 那项目的事 你放心 就咱们的交情 这项目肯定是你的 老不死 要不是看在你有两个臭钱 我能陪你睡 赵总 马总 这今天来的可不止我 还有一个小姐妹 会的花样可比我多多了 要不说我怎么最喜欢你呢 还不赶快借过来认识认识 晚上一起玩 是哪位啊 就是那个 穿白裙子的 哦 怎么样 漂亮吧 不错 真是极品 哎呀 不过就是可惜了 那个女孩 跟了一个老头子做金主爸爸 就是不知道 能不能看得上马子 老头他都愿意 是我 他被喜欢死了 哈哈哈 你们在这等着 好 厨子 既然你那么下贱 我可不介意多介绍这个金主给你 美女 一个人啊 比我远点 真是极品 我就喜欢你这样的小辣椒 开个价吧 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装什么装 我都懂 一碗五十万怎么样 不怎么样 我滚开 哎 别走啊 别走啊 价格好商量 一碗 一百万怎么样 哥 什么都缺 就是不缺钱 够大戏吧 哈哈哈 早知道还不如跟了马总 赵总一个月才给了我一百万 滚 别来纠缠我 哼一个婊子 在这跟我装什么真结恋女呢 那个老头能给的 我也能给 甚至更 什么老头子 我才不是做你 马总啊 这么久还没搞定啊 这不行啊 一个出来卖的婊子 在这跟我装清沟 但是给脸不用了 什么垃圾也敢往我面前凑 给我滚 可我婊子给你脸了是吧 哎妈怎么怎么 这这就是你的不对呢 哪个女人喜欢别人这说话呢 这样吧 你当我们情人怎么样 你还要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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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要 我要市区的那个堂城山庄 你们给的起 市区的堂城山庄 价值五个亿 你个臭婊子也配 是啊五个亿 当往都少 我要了你们给不起 给不起的话就赶紧给我滚 再不过我就叫人了 臭婊子 敢这么跟老子说话 打得好 出资这个剑终于有人收拾你 你知道我是谁吗 你居然敢打我 不就是个卖的吗 我告诉你 老子今天不但打你 还要定了你 你们算什么东西 也敢在我面前垮 算什么东西 我可是幸福地产老板 马兴福海城排名前五十的富豪 我雷矿集团老板赵海洋 增加上益 怎么样 心动了吗 真是不知死活的东西 三分钟内 我要幸福地产老板马兴福 还有煤矿老板赵海洋 他们的公司破产 三分钟破产 我等着你 你当我们是傻子 这臭娘们竟然敢威胁我们 海城榜上有名的富豪 我都认识了 你现在就是把人叫来也护不了你 多得了 不然我要你一周都下不了床 实相的就跟我走 走 走 你谁啊 这样敢打我 是我 你谁啊 以后是不是不想再海城混了 你们两个够东西 竟敢侮辱我们家 竟敢侮辱楚小姐 是不是不想活了 对不起 我来晚了 你来的正好 他们两个羞辱我还打我 你应该明白怎么做 明白 哦 原来你就是他的金主啊 你敢逗我 信不信今天我花钱叫人弄死你们 我会不会是不知道 但今天就是你们两个人的死期 三 但我赵海洋是下大的 二 上一个这么跟老子说话的 分头草都两米了 喂什么破产 我这么大的公司怎么可能破产 胡说八道什么呢 阿总是真的 我们公司股票被人大量抛售 造成公司股价跌入谷底 现在好多股民都闹上门了 怎么会 这肯定是假的 是你们联合起来骗我的对不对 骗你 你还不配 是吧 破产 是吧破产 赵总和他们公司合作的 全部公司全都撤私 而且有人去报 公司 这公司宽敞也全都被撤 赵海了 我不相信我们可是是龙头鞋 来人快来人 把这几个片子给我赶出去 打死 这赵总 阿总 我们公司 这这真的破产了 我好了 公司你们 你们你们到底是谁 我我想起来了 他是楚家的管家 楚家 还真是首付楚家 对不起 楚管家 是我错了 我不知道他是女人 我要知道 别有一百个打错 我也不敢动他呀 对对对对 我们确实不知道 如果知道我们性性 凶事帮子咋也不敢呢 胡文克 去不打 都是他 这个超女人 说楚小姐跟他一样是出来卖的 又是江慈搞的鬼 把他给我带过来 走走走 我们去 走 江慈 这就是你说的惊喜老头 江慈 我平时带你不玩吧 你竟然这么陷害我们 凭什么怪我 我怎么知道他是谁 真没想到 胡思这个小贱人竟然勾搭上的是海长首富楚家的管家 难怪这把年纪都能下得去什么 变远 你他妈就是故意的 我配 还不是因为你们两个自己太好色 现在还埋怨起我来了 结婚 老子半辈子的鸡血都被你混混没了 老子他妈杀死你了 臭婆娘害得我不差 你也别想好过啊 你们两个老不死的丑东西 要不是因为你们有两个臭气 你以为我会陪你们吗 哎 行了别把人打死 江慈被人欺负的滋味怎么样 主子 你有什么好得意的 你不就是找了一个比我有权有势的经营 本质上跟我有什么区别 区别区别大 你也不看看你自己什么身份 你也配合徒小姐相提并论 主管家 你都看见了 我们也是被这个贱女人所蒙蔽了 我上游老下游小 我可不能没有公司啊 楚管家 你都看见了 我们也是被这个贱女人所蒙蔽了 我上游老下游小 我可不能没有公司啊 对对对对对 你念我们初战的份上 饶我们一会我再也不敢了 这两个人渣 之前不知道祸害了多少个小姑娘 去扒一把把那些证据交给警察 是 对了 小家 姑娘还在二楼休息室等您呢 完了 社交彻底完了 强词 倒是你汉的 倒是他们弄死你 强词 我和你同归于君 我和你同归于君 刘远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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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婆 今天的事我都听说了 你没事吧 没事 你放心吧 有事的是那些人 那些人都是揪揪自取 需要我帮你开除那些人吗 不用 我可以应付的 都听老婆答案的 无论你打算怎么做 我都永远支持你 谢谢你啊 靳川 不要光嘴巴说说 我喜欢 实际心动 可恶 这样子见 没想到 楚辞那个小贱人 竟然真的拿下了 飞运的项目 总监是我舅舅 这个项目 早晚还是到我手里 姜慈 你又想耍什么滑招 大家先别走啊 上个月的项目 还有一些身为工作 今天大家都在努力努力啊 我还没想到 我们在努力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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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此 上次的飞跃计划做的不错 做完案 做一份更详细的 两万字 明天早就交给我 什么 两万字 明天 有问题吗 有问题的话 这个项目 我可以交给别人来做 可是明天的话 也太仓促了 今天不是还有 另一个项目要做吗 那是你的事 做不完趁早滚 江慈 这就是你的计谋吗 让我至难而退 不可能 好吧 老位是慈小姐呀 这位就是啊 慈小姐 这是有人让我给您做了咖啡 请您签收一下 哇 江慈姐 你也太好了吧 居然给我们买这种顶级咖啡 这咖啡一杯好几千呢 跟你同事也太幸福了吧 我可没点咖啡啊 对啊 大家今天加班辛苦了吗 来来来 见这有份啊 都过来拿吧 这咖啡是我老公点的 你说你老公点的 有证据吗你 看到落款没 你的穿 还真的是 不会真的是送个储词的吧 你知道这咖啡有多贵吗 好几千亿呗 这可是顶级咖啡 主持 我记得这个储管家的名字里 好像没有穿字啊 难不成是你新找的 包养你呀 你说这咖啡不是送给我的 怎么证明这咖啡是送给你的 我表哥就叫姜传 说不一定是他想要给我一个惊喜 特意写的这个落空 哎呀我就说 这个穷鬼怎么可能买得起这么贵的咖啡 你不是说这咖啡是你表哥送的吗 你打个电话问问 到底是不是他送的 你不是说这咖啡是你表哥送的吗 你打个电话问问 到底是不是他送的 姜茨姐 你就给你表哥打个电话 好让这个穷鬼啊彻底的死心 那好吧 不行 不行 我可不能真给我表哥打电话 不然被揭穿了 我这脸往哪放 哎呀 这真不凑巧 你看我这手机没电了 你看 真没电了 哎呀厨子 你要想喝的话你就自己拿呗 我原来不让你喝 搞这些手段冒充就太下佐了 姜茨姐 你就是太善良了 可不能让这种人糟蹋你的咖啡 没关系 我们都是同事嘛 我是不会跟你一般计较的 给 我不要 我的裙子 张茨姐 我把你收拾他 贱人 我快给张姐道歉 我 我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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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 你 我看他是害怕賠償才這麼說的吧 行了主持也別說我欺負了你 你把我裙子上的咖啡舔乾淨 這事就算了 聽見嗎 江四姐都發話了 還不快聽 不就是一條裙子嗎 至於這麼咄咄逼人嗎 好大的口氣啊 不就是一條裙子嗎 你一個住在貧民窟的人 聽說過帕拉德嗎 知道帕拉德一條裙子有多少錢 說出來嚇死了 這一條裙子可好幾十萬呢 不好意思啊 我只聽說過帕拉德 連牌子都認不清 還說出來嚇死我 對 不就是帕拉德嗎 一不小心說錯了還不行 你笑什麼 我笑你 穿一身山寨貨 還在我面前耀武揚威啊 這小劍難不成真實話 不可能 他一個窮鬼怎麼會懂這些 肯定就是小趙 要我說啊 你這個人就是沒見識 我們江慈姐是什麼人啊 怎麼可能穿山寨貨 就是 你少在這兒吃不到葡萄 說葡萄酸了 普拉德的衣服上 每個衣服都有設計師的簽名 你看看你的衣服什麼 好像還真的沒有哎 江慈姐 他說的是真的嗎 以前怎麼沒看出來 這小劍人知道的這麼多 我這個衣服的簽名是在裡面來的 外面看不到 原來是這樣 我就說嘛 江慈姐穿的怎麼可能是山寨貨 這賤人就是嫉妒我們江慈姐 你們真是一群沒見過世面的醜 哎 你說什麼 你這麼牛 難道你穿的是佩拉德 你這個窮鬼哎讓我看看 布拉德設計師微妙 他怎麼不是 布拉德的衣服 怎麼我憑什麼不用穿 你們看不出來 他這身衣服是怎麼來的嗎 肯定是包養他那個金主給他買的 說不一定啊 為了這一身衣服 他在床上有多賣力 呸 陳嫂 你們把嘴巴給我放乾淨吧 怎麼 你做這樣的爛事還不是說說了 行了算了算了 我當然不記小人過 今天就算我倒楣 哎 這小賤人不會在公司睡了一夜吧 工作效率低可不得通宵嗎 哎 小陳 把他給我放過來 嗯 嗯 哎 聽說咱們一走公司那邊 今天要來人派我們公司睡茶 好像說是因為飛越那個項目來的吧 主持总公司来人了 你过去迎接一下吧 嗯知道了 这么久了 怎么还没见人来啊 哎主持你在这干什么呢 我在等总公司派来的人 派等什么呀 会议都开始了 快上去吧 啊好知道了 老王我跟你讲 上个月二十号 我这监控不是丢了吗 昨天晚上我意外发现 我那监控室丢失的证据了 上个月二十号 不就是楚西出事的日子 上个月二十号 不就是楚西出事的日子吗 怎么回事 我之前还以为闹鬼了呢 哎呀都怪一个叫姜词的贱女人 自己做了亏心事还跑来偷监控 害老子挨骂又扣钱 老子一定要找他算账 哎大哥等一下 您您这是 啊我想问一下 上个月二十号的监控的事情 您放心 唯一店呀之物不严 严物不尽 姜词 你给我等着 主持 你怎么回事 知不知道开会哪儿 既然让白少等你 既然人都到齐了 那就开始吧 姜词 上去讲讲你的方案吧 好 总监 这个方案不是一直我在做吗 楚慈 你胡说八道什么 平时喜欢抢工就算了 现在白少在这儿 你也不知道收敛 就是 这稿子明明是姜司机写的 没错 这可是我熬了一个通宵 偶心绿穴写出来的 怎么会这样 居然倒走我的优盘 说是自己的 真是有够不要脸 还好我早有准备 怎么回事 我我也不知道 没错就是没错 你们竟然想用这种方式来活 杨总监 你们部门的人 平常就是这么做事的吗 白少新的 姜词 你的闻道呢 我 不是主持 一定是他 你嫉妒我 嫉妒我能做这个方案 你不能做 所以你就把我的方案毁了 是不是 楚慈 把姜司的文档交出来 对 好了 白少你看 就是这个女人搞的鬼 楚慈 道歉 一个偷偶忧盘 诬蔑我 一个不分是非 让我道歉 你们两个还真是一家呀 真会颠倒黑白 我们说的是实话 你确定 这个策划案是明显的对不对 那当然 好 那以后这个策划案有什么问题 跟我路 杨总监 你就给我这样一个漏洞百出的方案 甚至连产品都不对 漏洞百出 怎么 你们是觉得 我没有尝试看不懂方案 还是觉得我不了解公司的产品 竟然这样糊弄吗 我看你们明天不用来白石上班了 江慈 你究竟怎么回事 储子 对 这个方案是储慈做的 更没有任何关系 你刚刚还心识淡淡的说 这方案是你做的 你耍我 储慈你耍我 你这个恶毒 我早就知道你不会好意 所以我早有准备 没想到 你这个蠢货是上榜的 好几个储子 心肠歹徒陷害同事 公司容不下你 你被开除了给我滚 我今天让你们看看 到底咱们谁用的 这次活动明明是我策划的 凭什么变成你的了 是你做的又如何 我们江慈姐是谁啊 用你的 那是看得起你 像你这种无权无视的 实习生 不就是给我这种人 当垫脚石的吗 我劝你最好老实一点 不然的话 我就让你在公司待不下去 就因为我无权无视 就活该被你们欺负吗 好 你等着 我这就去公司的审查部 揭发你们 储慈你都站住 站住 好你个小贱人 竟然敢威胁我 你要去哪啊 跟我回来 跟我回来 我不是归的 我不是归的你们看到了 陈希的妹 我赶紧走吧 啊 啊 这视频是假的 他不要 他陷害我 来人呢 把他给我带出去 放肆 我白锦川的老婆 谁敢动 你老婆 怎么可能 他明天就是个穷鬼 可不可能 你到牢里慢慢想 还有你们 害我妹妹的凶手 你们一个也不想她 楚慈 你究竟是谁 她就是海旋首位 楚家的大小姐 更是我白锦川的老婆 楚慈 视频里面被你们推下去 只有她的妹妹 楚家的二小姐 这怎么可能 你们骗我 我不信 你们是骗我的 可不可能 警察自会判断 不可能 因为不骗我 快点人 来人 把人带出去 并且送到警察局 我刚才不信了 我不信 我不信放开我 楚慈 让你走 不是 我走了 我错了 我不是故意要推你妹妹去送 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是不是故意的 警察自会判断 我不信 知道错了 当初想什么的 我带走 我不走 我不走 我不要去做了 放开我 老黄 觉得我表现怎么样 还不错 那 是不是可以给我奖励一个